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轻松电台FM96.9天空的威哈密西 今天这个来宾呢 因为刚刚我已经有先丢脸一次了 因为我蛮紧张的 虽然是我的偶像 然后我听了他很多的节目 然后听了很多访问 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仰他 什么啦 你听很多我的访问 也听了很多我的访问 老师 老师我现在已经有点语无论 这个开始的时候 你今天这个A货还被拆穿了 有我听说了 我一切我都听说了 对我一直叫自己是甲板马士芳 我一直觉得好 我自己可以担起这个马士芳的身份 殊不知在甲板日志 就是开播了三年之后 正版的终于来了 让我们欢迎马士芳老师 大家好 我是没有甲板的马士芳 这个听起来比较勾急一点点 老师 老师因为你知道就是 你毕竟是很多广播人 一个很敬仰的一个主持人 场面话不要再讲了 真的啦 我一定要把我的 你知道 现在开放30秒 让你尽量 老师我真的好喜欢你喔 老师我好喜欢你的声音喔 我要选你的知信 我要选你的知识量喔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整理这么多的知识量 这么多 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心领了 谢谢 老师你听到有一个这么年纪小的一个小朋友 一直自称自己是甲板马士芳的心情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呃 呃 你知道可能看到的后辈你觉得说 诶 这个人访问真的不错 可以担起我 马士芳的封号的那种人 有没有人这种不要脸 曾经说过我要当马士芳的接班人 对 有没有吗 好 我跟你讲 我回去用印衣写我的名字的名条 借你贴额头上好不好 好好好 带着荣耀 放上来 被偶像称赞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称赞你吗 我我我我相信 哈哈哈哈 今天他只是要来拆穿你 但还没有这么快要给你这个称赞的台风 节目做完 节目做完再决定要不要称赞 好 好 今天老师带着他的新书 也好吃 是他第一次出版跟饮食相关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本书呢 现在已经各大书局 还有我们网路书程上都已经贩售了 欢迎大家去购买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可爱的作品 里面有收入老师很多的秘方啊 或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个菜色的食谱部分 而且我自己也蛮意外 老师会出一个跟食物有关的书 对 老师你当时怎么会有这个企划 想说 可能我好像可以来出一本食物有关的书呢 对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我会出一本跟饮食有关的书 因为大家认识嘛 是方比较是跟音乐有关嘛 不管是做节目啊 或者是演讲啊 或者之前出的几本书 也都是写这个领域的内容 是 但是 话说 在大概十多年前吧 我搬家嘛 我本来住台北民生社区 那边外食超级方便 你知道民生社区的特色就是住满了刁民啊 但是十多年前我们搬家搬到新北市的重画区 是 附近因为重画区嘛 就没有那种比较老的小吃店啊 饭铺啊就没有 所以吃饭变成一个麻烦的事情 被迫必须在家做菜 但是呢一出门 右转就是家乐福 左转有主妇联盟 走路五六分钟 有一个超级巨大的水流工市场 买菜超方便 所以就不得不养成做菜的习惯 所以我其实是四十岁之后才开始比较频繁的做菜 再来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疫情 疫情那段时间啊 我太太在外商公司上班 她的公司就宣布全部的员工 从此以后不要再回办公室 全部在家上班 在家上班就变成我跟她两个人每天在一起三顿饭 然后呢她忙得不得了 因为要每天从早到晚跟全世界的客户 在那边打月亮电话 根本没时间做饭 就变成我要做 然后呢我就开始要密集的想办法 每一天做三顿饭 连续的做 做了大概总有两三年 一直到后来解封才可以出去吃饭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四十岁才开始做饭 跟从小就很习惯做饭的人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比方说家庭主妇啊 或者习惯做菜 他们根本是直觉 肌肉记忆 你要下多少盐巴 你要切多少葱 你要弄多少蒜 你要煮面要怎么煮 调味怎么调 那根本就不需要问 那就是本能嘛 但是我不是啊 我是后来半路出家 所以做完就忘了 中年人记性真的很差 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都没办法体会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你像看电影 年轻的时候 可能青春期的时候 看一个电影 很感动啊 然后看了就掉眼泪 然后就会一辈子记得 你读一个什么书 觉得启蒙的震撼 内在的一部分 你就会一辈子记得 听了一个什么唱片 他那个每一个音符 都磕在脑海里 而且一首歌放完 脑海中自动播放 下一首歌前奏 那个都是青春的时候 会烙印在脑海里的 到中年就不是这样 那中年就是说 我上礼拜看了一个电影 好像很感动 而且好像还酷了 但他在演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 真的是这样 然后读了一个什么书 觉得超有收获的 过了一个月 我好像读了一个书 那个书好像蛮有收获的 但到底在讲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 我觉得其实现在人 也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像资讯量真的好大 每天都在看很多资讯 看手机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也很难 完完全全记在脑海里面 因为每天要 看到的资讯真的过多 然后我刚好听到一个 很可爱的声音是 老师是40岁才开始 学做菜吗 差不多 我觉得做菜这件事情 其实偏困难 因为我爸爸也是在我 大概小学的时候 回来台湾 然后开始就成为 一个家庭主妇 同时有正直 然后我就看到 他每天在 struggle 那些厨房的东西 我就觉得看起来好艰难 就煮菜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还要煮给 亲爱的老婆吃 在这过程中 有没有哪时候 是失败的经验 让你觉得说 这个做菜 是不是稍微 我们叫个外食 是比较方便一点点的 这个念头 永远都会有失败 我到现在都还是 常常会失败 真的吗 因为我要服务的客人 就只有一个人 我太太 她说好吃才是好吃 我说好吃不算 而且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 失手了 对失败了 我今天中午来 才做了一个 今天中午做什么 酒黄 虾仁 炒木耳 对今天就做了一个这个 老师这个听起来 很高难度欸 那很简单 就是三种东西丢下去炒 我觉得不能 不能听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前一阵子 也是开始去学 哦你有去学做菜 对 以前在念 我以前念中文系的 然后就 我们有一个写作的工作坊 然后那时候 我们那个写作导师 是请那个焦童老师来 对 就是那时候有开了一系列的 就是影视文学相关的课程 焦童很厉害的 对所以那时候 交通老师 然后后来还有去看了 影扇杂技 然后那时候看了很多 所以那时候就对于 就是这种中餐料理 怀抱着一个梦想 这样子 就觉得说 好像这边 承载着很多的文化在里面 后来去上了中餐丙记之后 那个刀 那个剁刀 第一次我就割刀 但是你还去考中餐丙记之后 没有我上那个课程 就是为了中餐丙记 我现在上到第四堂而已 我现在已经遥遥欲罪了 他还要叫我鲨鱼耶 我很期待耶 接下来就可以用那个大砍刀 在那个腰子上面雕花 对不对 我自识耶 可能可以成为小当家 就拿那个剁刀 就都都都都都都 没有我切超慢 一开始都很慢 以后就厉害了 老师你怎么让自己慢慢变厉害的 这个经历的挫折挫败感 应该是很重的吧 那没什么 难吃就自己吃掉 所以老婆会真的不吃吗 他会很不高兴的吃 还是很勉强把它吃掉 那个要难吃 真的会很难吃 因为他跟你说 加少许糖 什么叫少许 我问你什么叫少许 加上菜就是没有标准 因为要在家做菜 做完赶快写下来 不然你下一次 要再做同一道菜 还要上去Google 对 上次怎么做的 那你写下来 然后贴在部落格 或贴在FB 你就只要查 比方说 马市方 广市烧肉 就是你就可以查到 你自己上次怎么做的菜 贴出来 就会有人按赞 然后既然有人按赞 就顺便拍个照 结果你知道 按赞的人 比我写音乐文章 按赞的人多十倍 那说真的 最早都是写来 给自己备忘的 就是自己做了 然后做完就忘了 所以就要再文去查 不如就自己先写下来 但是因为要出书 那当时贴在FB上面 那东西不能直接拿来 变成书 你还是要稍微整理过 所以我全部都还是重写了 我觉得写吃喝这个东西 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 就算你不会做菜 你也会吃东西 每个人都会吃 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这样 有的人喜欢那样 那家常菜的特色就是 它没有绝对标准的做法 没有绝对正确的做法 你觉得好吃就好吃 别人觉得不好吃 他就是觉得不好吃 你爱吃辣的 他爱吃甜的 我爱吃咸的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然后每一家的 自己的做法也都不一样 比方说炒米粉 每一家都觉得 自己的版本最厉害 对不对 到底要先放什么 后放什么 到底要用什么牌子 到底要怎么怎么办 怎么炒 或者说像虾仁炒蛋 虾仁炒蛋 或者番茄炒蛋 就是100家 有100家 100种做法 番茄炒蛋 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菜 到底是先炒蛋 还是先炒番茄 到底要不要放糖 到底要不要放番茄酱 要不要放高汤 要不要加牛奶 那个皮要怎么处理 皮要不要去 要去皮还是不去皮 要用黑式番茄 大块小块 黑式番茄还是牛番茄 大块小块 蛋要炒成糊状的 还是要炒成块状的 要不要加葱 光是这一些变相 就可以变化出 10000种版本的番茄炒蛋 那到底谁的 才是最好吃的 最后大家的结论 就是妈妈做的最好吃 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有我自己 喜欢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做还不错 会把它写出来 家常菜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现在这个时代 做菜其实比 任何时代都更 简单快速方便 但是也比任何时代 的门槛都更高 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 这个生活的节奏 被各种资讯塞满 然后每个人都忙到不行 外食太方便 就算家里附近 没有什么小管子 叫外送 是史无前例的方便 我前几天才听到 我妈跟我分享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中国 泡面 方便面 泡面的销量 暴跌 为什么 因为外送太方便 所以没有人要 再泡什么抗师傅了 我直接手机滑一下 叫外送就好了 比起抗师傅好吃很多 至少比抗师傅好吃 你泡面泡完的时间 外送可能也到了 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泡面销量 暴跌造成这个统一 抗师傅 他们现在都很头痛 这个就是我们 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其实是没有余裕 跟时间去想 我要自己烧菜 自己做菜 但是你要是想要做 资源比以前 多到太多太多了 比方说你要买菜 什么鬼东西 现在都买得到了 像我假如说 十年前 很多食材是买不到的 很多东西是还没有 台湾还没有种出来的 比方说节瓜 节瓜你们知道吗 十年前节瓜在台北的超级市场出现 一条要卖一百块 好贵哦 对 因为那是一个很珍奇的东西 那现在已经变得跟小黄瓜差不多了 即使是超级市场那种比较贵的地方 两大条可能五十块就有 那你要去菜场的话 一条只要十块甚至不用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吗 或者说像起司 以前只有少数几种可以选 现在各种各样的起司 进口的也买得到 台湾自己有很棒的 自己在做的工坊 各种各样的起司 也都买得到了 或者说要做正宗的川菜 川菜要是没有 花椒 花椒跟菜籽油 就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那以前我们的花椒 都是黑黑的干干的 是 就是勉勉强强 但是现在有非常厉害的 大红袍或者是青藤椒 然后你也可以买得到 现成的花椒油 花椒油也非常香 那菜籽油以前是买不到的 那只好将就用大豆沙拉油 那样做川菜 做什么口水机啊 麻婆豆腐啊 味道就差一点 现在也都买得到了 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的话 其实是比以前方便很多 只要你有心 什么都买得到 然后食谱 以前就要买那个 跟字典一样后的 培梅食谱 里面还没图片 就是我们的 我这一代人的话 可能是我的妈妈那一辈 那你们这一代 可能就是更早一些的长辈 他们就会有一本在厨房 我们那时候的家庭 真的家家户户 会有一本培梅食谱 然后被油烟熏的黑黑的 然后页面翻开 里面都有油渍 没有插图 那里面写的都是 像你刚刚讲 什么适量 少许适量 一茶匙 顶多最精准就是一茶匙 可那个茶匙也都不一样大 而且古时候的人 你要是去看YouTube 看复陪梅做菜 你就会发现 哇靠 那个时候的人口味超重的 有 因为现在网路上 有复刻那个公式的 那个复陪梅时间 因为以前陪梅时间 复陪的时间是one take 马上现场就要拍下来 他中间没有办法重来的 所以就是one take要做完 油锅起火 对 他完全没有问题 他就这样轻轻吹一吹 然后把锅子抬起来 火就灭了 他在讲轻易 眉毛都不挑一下 我想说 你那个头发 发酵喷这么多 可能会烧起来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瓦斯炉 或者是更早 用煤球烧的那个炉 然后那个时候的调味料 盐油糖 跟现在吃起来的味道 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 越来越习惯 比方说用橄榄油做菜 以前哪有这种东西啊 以前都是用大豆沙拉油 或现在用那种芥菜籽油啊 以前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所以不同的时代做菜 食谱的那个使用方式 也会不一样 现在就上网看啊 YouTube上面 有画面给你看 还有做法给你看 然后你做出来对不对 怎么炒 你就照着那个影片 照着这样弄 八九不离十嘛 但以前在看食谱的时候 或是现在在看食谱的时候 我有遇到一个 小小的小小的困难 就是有点不知道谁的 才是最好的 没差 你就先挑一个照着做一次 然后下一次你就知道 这次太甜 这次太咸 或者下次再烤久一点 你下次就可以自己挑啦 你就先挑一个 先照着做做看 但老师在书中 有一些是比较正宗的一些教学 或是有些正宗的餐馆的介绍啊 那个地区的味道啊 其实对于我自己现在 在台北市好了 我其实没有对那些味道是熟悉的 我甚至可能不知道那个味道 它应该要长那个样子 就是我对于川菜的认识 或对于什么菜的认识 我是不熟的 我懂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小孩 其实已经不太知道 什么是川菜 什么是江浙菜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经典 对 所以在吃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是已经都混在一起了 完全了解 这个就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什么 叫正确的味道 你才知道怎么做出对的味道 不然的话 做出来觉得也不难吃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味道 到底跟以前的人吃的味道 差别有多少 其实正宗的味道 或者正确的味道 也不断在改变 像一些什么传说中的老管子 它是开了几十年 那个味道也早就跟以前不一样 那有的是崩坏了 那就很伤心没办法 就不要说是谁了 只有书里都有写出来 你其实没有避讳 我书里也没有避讳 因为真的很伤心 但是有的是因应时代的改变 比方说 现在大家可能没有办法 再销售那么油的东西 像富盆梅时代的那种做法 因为它东西做出来是 让家庭主妇也可以做出艳客菜 所以一定要很执操 一定要油光闪亮 勾芡一定要下得重 油一定要下得多 那个就是艳客的时候拿出来 才澎湃 才有那个效果 气势才强 气势才出来 我们现在谁没事在家里 会去做松鼠黄鱼 然后整个拿下去炸 而且富盆一边做一边剁 一边说 这个其实很简单 而且他真的都不怕烫 我觉得那些老师最厉害 就是他手都离油锅跟火好近 可是不怕烫 我都不敢丢那些炸东西 我都用刨的 因为他的油会溅穿 好痛好痛好痛 我都用刨的 然后都被老师骂 那你离油面近一点 没有关系啦 放下去不要怕 好这扯远了 对那讲什么啦 就是气势 气势 味道会变嘛 所以现在的馆子的味道 跟我的外公外婆的时代 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以前的人会觉得说 我去外面餐馆吃饭 我就是要吃到这样的味道 那个正宗的味道 就是要够油够咸够味嘛 那我们年轻人 后来的口味就没有那么重 再去吃就觉得 哇靠这也太夸张了 没有办法吃不下去 会不习惯 会觉得太咸 会觉得太油 或太甜 所以后面的这个世代交替之后 味道一定会跟着做调整 然后我们的味觉 也不断不断的在 跟社会的变化 一直在同步的转变 比方说在1980年代之前 大家是没有吃过西式素食的 所以我们对番茄酱的味道 对于榨薯条这个东西 是没有共识的 以前这东西是 是去美国才会吃得到 那后来 麦当劳进台湾了 西方连锁店 肯德基进台湾了 我们对于西式炸鸡 对于披萨 对于汉堡 我们都已经有共识了 然后再后来 越来越多的西方的这种店 也来 就是有手工的汉堡也有啦 手工的炸鸡也有啦 讲究的披萨 拿坡里披萨也有啦 不是只有这个 披萨哈的披萨 那我们对于西式的 这些东西的味道 就会建立起共识了 我们对番茄酱的味道 也会有共识 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料理 或者再去餐馆吃 更精致一些 更讲究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味道 可以怎么样 那反而是像什么江浙菜啊 湖南菜啊 川菜啊 这种老菜 或者台菜 真的传统的老的台菜 早就已经很多东西都失传 我甚至不知道台菜的味道 到底应该要长怎样 因为有的会说 什么加点日式 加一点什么北方的 加点什么东西 对 所以你像台南的黄婉玲老师 或者像台北的山海楼餐厅 他们就极力要想办法去 接起来这个仪式的环节 去把以前的那种 最讲究的台菜 可以把它复刻回来 我们现在吃到就觉得很意外 因为跟以前我们印象中 所谓的台菜就很不一样 因为你真的有很多精致 又讲究的做法 吃起来并不是 什么都很油或很咸 或者日式的 不是的 它是有很多讲究的调味 很讲究的材料 很讲究的刀法 那你要吃过的那个东西 就是原来这个东西的境界 到一个讲究的程度的时候 它可以是这样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历史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混杂了各种多元的族群 多元的历史 然后大家携带着各自不同的族群的过往 一起到这个小岛上面来 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味道 在台湾发展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跟原生地的味道也已经不一样 台湾发展出来的江浙菜系 跟原来那个地方的味道早就不同了 因为水土不同 养出来的鸡味道也不一样 这个磨出来的豆腐味道也不一样 这个油盐的味道也不一样 酱油也不一样 所以一定是味道会不一样 那又或者说你说这个什么川味牛肉面 你以为是四川人发明的吗 当然不是 他是到了台湾的老兵 因为当年台湾人不太吃牛肉 那他们到台湾来放牛肉便宜啊 但是台湾黄牛肉比较韧 比较有嚼劲 一定要炖煮 炖煮要怎么弄呢 那就用豆瓣酱啊 加辣椒加酱油啊 去煮它嘛 然后加点香料 就这样的一个汤底 创造出来所谓的川味牛肉面 其实四川哪里有这种东西 四川没有这种东西 它是在台湾发明的 但是是因为祖籍在四川的老兵 发明了 所以他把川挂上去了 他就叫川味牛肉面 那比方说他叫老张好了 他就叫四川老张牛肉面 其实四川是老张的修饰词 不是牛肉面的修饰词 对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台湾的北平烤鸭跟蒙古烤肉 也有类似的渊源 北平烤鸭那个倒是 北京真的有北京烤鸭 这个倒不假了 但是台湾的烤鸭跟北京的烤鸭 也已经很不一样了 我凭良心讲我都吃过 我觉得台湾的烤鸭比较好吃 我觉得 因为北京有一些很有名的烤鸭店 这个那个的 我也去吃了 他们花样搞得很复杂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反而觉得鸭还好 那台湾现在养鸭养得很厉害 什么樱桃鸭养得很厉害 然后广式片皮鸭 或者是北京式的烤鸭 挂炉烤鸭都很好吃 我觉得不需要专程跑去北京吃 他们那些很有名的店的烤鸭 台北的烤鸭已经非常好吃了 但是你刚提到蒙古烤肉 的确是台湾人发明的 而且是当年讲相声的那个吴兆男发明 老师你连发明男人都知道是谁 因为那个故事还蛮容易找 他自己讲过嘛 他就发明了在一个巨大的铁板上面 把各种各样的肉跟菜啊 放上去 迅速的跟调料一起炒熟了之后 扫到碗里面这样一起吃嘛 就是蒙古烤肉 蒙古哪里有这种东西啊 怎么可能蒙古哪里那么多菜啊 不要闹了 对 老师你会想要去江浙 或是去那个原生地去吃吃看 他们的味道吗 其实我有多少也吃过啦 以前还蛮往那边走动的时候 总是会接受招待啊 在那边的朋友请吃饭啊 吃过一些真的很不错的 现在大概很难去了啦 现在去就很怕被送中这样 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欸 因为我3月30号要去广州 我自己也是驾驾 好啊 那去广州 带高真去演唱 哦 对 然后 广州吃得好 广州真的很好吃 那广州应该要吃什么啊 广州吃海鲜 哦 他们的粥非常好吃 对 所以让当地朋友带你去 是广潮对不对 广潮是一起的吗 广州潮汕 潮汕料理 那潮汕是哪里啊 突然觉得地理好差哦 现在开Google Map 我只给你看嘛 老师我跟你说 因为我今天准备了潮汕肉包 就楼下卖的那家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 然后他在上面写 正宗潮汕肉包 因为 台湾每个都把正宗 我们都懒得是真正宗 所以我就准备了 想说给老师 英雄礼物 我们现在是要转型 我们吃播节目 可以啊 可以啊 吃播吗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很习惯 让来宾在我们的节目上面吃东西 对 老师他是潮汕 潮汕肉包 我们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们让我们的编辑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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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如果真的不好吃 我们就说 原来这真的是不好吃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不知道好是什么 我一直很好奇 这家潮汕肉包 而且他们最近看板又改了 他们现在开始卖冲绳馒头 是 他还说这个是日本人 都会买回去 给什么当地人吃的 你绝对不会后悔 他讲超多slogan 最好笑 好 我觉得 先给老师一些时间 我们品尝看这个包子 因为我之前 刚认识老师的时候 是在大概三年前的一个讲座 叫歌唱台湾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听老师 描述了很多的音乐跟历史方面的东西 陈培峰老师那本书 我有一个线上的演讲 我是现场看的 实体的演讲 对实体的 在陈平那边 在陈平 是是是 对 就是那时候是 魏晨 盛浩伟还在当编辑啦 的时候就举办的讲座 那我自己是会很好奇 就是说从音乐的这种 细节上描述 转向到味觉的时候 老师应该会怎么样呈现 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文字跟 他的评论 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在于 就是这种资讯上的细节 对 我也好喜欢哦 对 因为很多人他在描述音乐 或是食物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丢很多大量的形容词 可是老师其实都可以丢很多 这个菜它的口感它的 跟故事 对的故事来源 对 那我就刚刚讲了一段时间 希望老师可以来 评评一下我们这个包子 对 先评评包子 再回答这个问题 包子好辣 那有正宗潮州口味 所以你好像很少吃到 辣的包子吧 对 对 什么时候会吃到辣包子啊 因为我想说他都写潮州 我想说那是不是潮州 会有一些香辣肉包的部分 没有 我觉得他自己发明的 我个人觉得啦 中正经验堂附近的这个店家 不要再发明菜色了 但是我觉得喜欢辣的人吃 应该会很高兴啊 对 我现在吃了馒头冒汗 哈哈 老师先多喝水 老师多喝水 对对对 非常抱歉 我终于吃到潮州肉包了 谢谢你们 谢谢 他也有不辣的吧 他有不辣的 下次去买不辣的 他还有很多山东馒头 哦 对 还有各种口味 山东馒头潮州包子 然后冲绳馒头 最近还有冲绳馒头 对对对 到底什么是冲绳馒头 哈哈 可能是黑糖的吧 应该是哦 感觉是冲绳黑糖馒头 最好是真的是冲绳来的哟 下次你就访问一下楼下那个 我就问他说 对 就叫从潮州包子到冲绳馒头 嗯 这个题材真的要丢给我吗 我没有很想放 哈哈哈哈 好刚刚讲到哪去了 就是想问看老师 就是从这种音乐听觉上的描述 转向味觉上 对 跟实物的描写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 就是描述的细节 我问得很好 因为其实写音乐跟写吃喝啊 都是要用文字去转译 不同的感官经验嘛 是 听音乐是用耳朵听嘛 是一个听觉经验 你怎么用听觉经验转换成阅读体验 吃喝是味觉体验 是嗅觉体验 你怎么把吃喝转换成文字 怎么写都不如你自己去吃一口 怎么写不如你自己去拿来听嘛 嗯 对不对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写个屁啊 哈哈哈哈 我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文字有它 迷人之处 有它可以被大家喜欢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写音乐或者是写吃喝 势必会用到形容词 形容词 你说形容这个好吃那个好听 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 那我后来发现啊 你用再多的形容词 都没有办法取代你直接 你直接听或你直接吃的经验 嗯 所以必须要绕开来 你从外围去想这个事情 比方说看那个小当家的卡通 有没有 是 他要怎么用一个动画去描绘 这东西有超级好吃 他画的再像 你也吃不到嘛 对 他就用那个旁边围观的乡民的反应 或者吃到的人的反应 哦 或者一条龙飞出去 对 然后一条龙飞出来 或者哇大爆炸 哇在花园里面滚动啊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素质于情的时候 他就有故事感 就有画面感 嗯 这个就会有一个共鸣 然后你就会让他很想看到你这个文字 也想去找这个歌来听听看 嗯 而且吃的也是一样嘛 哦 你说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如何好吃 你是形容他口感啊什么 我们以前看那个美食节目 他就会说 哦 这个口感很软 这不会说很咸这样 不像外面一般卖的 就是说外面一般卖就很咸这样 这个就不会很咸 刚突然胡天然上升楼 没有没有 我谁说的 没礼貌 就是美食节目就是 用尽一切可能的有限的形容词 去形容他吃到这个东西味道 但是你就 用各种一切有限的形容词 老师的话真是自争俱作 是 那你就不要这样嘛 因为你这样是无法穷尽那个事情的 是 你要反过来想 这个 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嗯 说这个东西要好吃 那是 比方说我小时候家里面 阿里婆包的菜肉馄饨 嗯 我真的觉得你吃过他包的菜肉馄饨 从此世界一切菜肉馄饨都只能是讲究 嗯 这句话很重耶 他就是这么好吃嘛 而且你也吃不到 嗯 所以你也不能跑过来挑战我 哈哈哈 对不对 他的这种描写书东西会有一段时间的权威性 哈哈哈哈 有点难被推翻 我最近最想去的是台中渝利那家店 哦 对因为那家店老师描述起来非常厉害 而且还补上了权威性的美食推荐等等的 我就觉得哇 很想要去体验 真的值得一去 但他现在实体店面刚刚搬家 是 还没有正式开张 现在是可以买外带或宅配的冷冻 然后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有一大堆东西可以订 嗯 但是等他餐厅正式开张 一定要去那里实际上坐下来吃吃 嗯 超级无敌 有够好吃的啦 老师你一定也有做过就是第二首的乐听人吗 第二首跟第一首是去尝试后 有没有哪些是觉得你有落差的感受 有非常多 嗯 常常会有 就你看人家写的上天下地 对对对对 公关稿被骗了 哈哈哈哈 那那那公关稿的我们先不说 有没有老师你自己觉得 真的他是很有指标性 写东西好吃 你去踏查了之后 也真的好吃 十之八九 也不要说百分之百 十之八九都不错的 哦 写食物的人 你说写食物的人吗 对 那很多啊 很多人他们说好吃我是会相信 像蔡珠儿他说好吃很好吃 嗯 他不会讲什么场面话 然后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 他也会用一种非常优维的方式 让你看得出来 哈哈 他觉得这个还好 你不如吃别的这个 嗯 你常看你就可以知道 他大概就讲说 你可以有一个取代性的存在 是菜菜出来OK 然后韩良毅 嗯 他他他他自己在家做家常菜 他他写做家常菜就很直接 是 直接了当 嗯 然后韩良毅是一个性质很直的人 是 所以他也不会讲什么场面话 嗯 那他一定觉得好吃 他才会写出来 是 我也会相信他这样的 嗯 红爱猪 红爱猪的那个品味非常好 嗯 然后但是呢庶民小吃什么 他也他也很有判断力 是 所以他说好吃 他不会随随便便称赞别人 应该是真的好吃 所以这些我都我都会愿意相信啊 是 因为你知道 要是你 你有一个reputation 你有一个 因为长久以来 你在这个领域 被大家所相信 所信任的这个声望 是 然后他发现 哎呦 你居然开始写公关稿 写场面话了 这个是对你自己的专业素养 或者对你的人格的一个 一个伤害吗 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一定会的啊 就像老师现在可能也不会随便去背书某些专辑之类的 哦 背书某些专 看清醒啦 嗯 但是说真的 我要是不喜欢 我就宁愿都不要讲 是 对 我不要 哦 背我自己的良心 说我明明觉得很烂 我就说这个很好 是 那以前我还在做音乐节目的时候啊 访问那么多的音乐人 一年要访问一百多位音乐人 是 我怎么可能每一个人的作品 我都那么喜欢 不可能吗 但是首先第一个 要找他来访 他一定有一些让我觉得有趣 想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我不需要在节目上一直称赞你说 哇你这超好听 这超赞 你好棒哦 神经病啊 让你自己讲就好了 那我不用一直表达我喜欢或不喜欢 我让你多说你的故事嘛 对不对 那听众听了自己会有自己的判断 呃 我觉得这样就OK啦 就往外围绕 也没有那么外围啦 讲音乐这个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 做一个访问来宾的主持人 我的责任并不是 一直不断在那边额乐 一直不断在那边称赞 夸赞 你没有必要 应该是说让你尽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把你在乎的事情讲出来 那我就是做一个 不断不断能够让你愿意多说一些的那个 故事好听 音乐应该也不会太差 我是不是个人那么那么的喜欢不重要 听众听了喜欢最好 不喜欢也没关系 因为音乐跟吃东西一样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啊 那吃喝的话呢 不像音乐像刚刚讲的 我们不能下载一碗卤肉饭来吃嘛 然后有的人喜欢甜一点 有的人喜欢咸一点 这个没有关系 那至少我讲得出来 或者我有信心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这个我觉得是好的 再怎么说 虽然说家常菜也好 或者路边小吃也好 我们真有一些原则性的共识 比方说味精不是不能放 你不要放那么多 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点太超过了 我跟你们讲 我书里有写到 我甚至路过一家超级有名的卤肉饭店 我听朋友亲眼所见 他那个店快要开张之前啊 店里面的那个伙计啊 拿那种工业用 就营业用超大包味精 然后直接拿大大一包味精 然后刀子划一刀 连着袋子丢进锅子里面去 连袋子吗 然后用一个产品的大勺在那边喇喇 然后再把那个袋子捞出来 丢掉 我之前去那家店吃卤肉饭 吃完就一直口渴 嘴巴麻到半夜 后来我就不去了 因为实在是 豁然开朗 有点太超过了 比如说去台南吃小吃 他们直接把一罐味精 放在柜台上面 就是光明正大 你爱吃不吃 随便你吗 老板讲不要嘛 当然你在台南吃小吃 你看老板说 你手把也啃 他一定会看不起你了 但是 那个就是光明正大嘛 但是你拿一大包 这样丢到锅子里 有点不够意思 这个就是我觉得 好像超过了我们的公司 或者说你说油炸的东西 你炸鸡排好了 就别的 就炸鸡排 鸡排那个油 你不要一天到晚 用回锅油炸 炸出来味道就是不对 是 这些都是很起码的事情 那你料理 有没有多用一点心 我觉得这是吃得出来的 哪怕是一个 路边摊的铁板牛排 也都还是有用心 跟不用心的差别 那嫩精泡的很多吗 还是怎么样 但还是有差别的 我曾经在旅游的时候 他们家人来到台东玩 然后我是台东人 就我们来说在台东去吃一些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家平常都会吃好吃的小吃 就他一吃 他就是说 这也还好 你也来推荐 那时候就有一点点难过 害我觉得说 我心中的好 跟别人心中的好 好像有一点落差 因为他可能家里 见识比较广 所以他们吃过很多好货 害我瞬间就有一种 自卑的感觉 觉得我好像 拿不出一个 所谓的好菜 或是好的推荐 我觉得是你朋友的不是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吗 对 因为像我的朋友 假如要请我去吃 他从小吃的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会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 全家人都这么喜欢这家店 我会先问一下 这家你为什么会很喜欢 然后我去的时候 就会尝试换位思考 就是原来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 我了解了 那至于我个人 是不是也那么喜欢 我吃了再决定 我知道为什么 你会这么喜欢 我懂了 他是这样跟你讲 你就不会觉得不高兴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跟什么 见多试广没有关系 真正见多试广 反而不会那样讲 真的 像你说 吃遍天下美食 我活到这个岁数 所谓fine dining 那种一顿几千块的店 也吃过不少 但是你真的要很将就 超市卖的面包 或者便利商店的三角饭团 或者开会 拿到已经冷掉的排骨便当 我也一样吃 而且我是不挑食的 我尽量把它吃光光 除了豆豉炒辣萝卜 我不吃 很明确的菜名 其他我都会把它吃光光 对 那重点不是说你什么 见多试广不见多试广 而是你有没有对于食物的 珍惜跟尊敬之心 假如说老板很用心 在制作他的料理 就算不合你的口味 你也要心存感谢 你要了解 为什么有人喜欢这个东西 那可能不合你个人的胃口 那完全没有关系 好喜欢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关于饮食的部分 我觉得里面暗藏了 很多生活的一些思考 还有一些理解 对于说怎么样去面对 不一样的价值观或不一样的生活世界的人 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你讲的那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很想问问看老师的 就是说到底这种好吃跟不好吃 跟你自己生命经验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其实我们回到我们找老师来做我们这个金壮奖系列 我们有一个最原始的标题叫做酷儿时间 对那那个酷儿时间 它的概念是指说 就是你随着每个人生命的积累之后 你会自己长出一些无关于主流之后 自己的生活价值观 或是不管是审美 或是喜欢吃的东西 等等的 那我会想问问看老师 就是有没有哪些东西是 你年轻的时候好像吃不太懂 然后你慢慢到了现在这个岁数 有一些工作经历 你开始懂了这道菜 年轻的时候吃不懂的 我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 就是吃辣 以前我是没有办法吃辣的 不能吃辣到什么程度 我书里有写到 就是我小时候 有时候会去跟大人去吃牛肉面 小时候最常去永康牛肉面馆 永康牛肉面有清炖跟红烧 红烧是辣的 清炖是不辣的 那要是有人用夹过红烧牛肉面的筷子 夹小菜给我吃 我就聚吃 是这么怕辣的人 所以任何有辣的东西我都不碰 完全不吃 那当然泰国菜不会吃 云南菜不会吃 川菜不会吃 湖南菜也不会吃 所有麻辣锅 我永远只吃白锅 不吃红烧 所以任何标榜麻辣两个字的料理 我碰都不碰 包括素食面 市面上那种统一肉燥面 我也嫌它太咸 有点胡椒 然后那个味味炸酱面 我嫌它太辣 所以就是我不是不吃辣的 但是这个事情在后来慢慢慢慢的改变了 我太太很爱吃辣 她无辣不欢 必须老板跟同事揪去吃麻辣锅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某个时间点开始 她越来越不能吃辣 我开始可以吃辣了 慢慢体质会改变 我开始好像可以吃一点 然后呢 她越来越不能吃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 后来我们变黄金交叉 就是我比她还能吃辣 所以我就可以真的在家里做 比方说麻婆豆腐 这个是必须要有一点辣椒 然后要有一点花椒的东西 川菜有不少东西是要放一点辣的 我就可以吃了 然后呢 去吃泰国菜 正宗的泰国菜 或者东南亚料理 它有很多是用到辣的调味的 我好像也可以了 但是我吃辣一定会全身冒汗 所以一定要带一个大手帕 那我们就会跟朋友约去吃 我们跟泰国通的朋友 去吃非常厉害正宗的泰国菜 然后吃了整个嘴里都要喷火 但是超级爽 大汗淋漓 可以享受辣了耶 老师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那就会知道说 所谓的辣 也有等级跟这个品味的高下之分 你用的辣椒 你用的调味 用的胡椒 煮或者炒的方式 慢慢好像懂了 小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知道这一些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这很有趣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 年轻一点的时候 喜欢刺激性的食物多一些 越到年纪大 口味就越来越清淡 如果反而是年纪大一点之后 反而可以吃辣 以前没有办法吃辣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吧 刚刚提到老师的 就是也好吃的一些记录 还有我们对于 就是饮食文化 甚至是对于好这件事情的一个定义 因为好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甚至说是基于我们的生活习惯 时间岁月 甚至成长历程 而在书中老师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很可爱的事情 是有很多回到过去老味道的探索 老味道对于老师而言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呢 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小时候心目中会觉得有一些东西 哇 怎么这么好吃 然后大人要带你去吃一个 你很喜欢的地方的东西 你就会很兴奋嘛 对 那就是你记忆中的味道 所谓味觉记忆的原点 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东西 你认识到这个好吃的东西 哪怕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很难得吃得到的大菜 它在你小时候的心目中 它是没有那个差别的 都很好吃 简单的像菜场买回来小芋头 清蒸剥了皮沾糖吃 好吃到不行 菜场买回来 我妈买那个榨棋鱼条 好好吃哦 每次都吃不够 那或者说过年要做百叶包 很麻烦 那也好好吃啊 就是都是童年的记忆 那长大之后就会想 小时候吃过那个记忆 就变成你 现在心目中那个东西 是一个好吃的benchmark 然后自己开始会做菜之后 就会想 我有没有办法 把那个记忆中的味道做出来 就去研究一下 有的时候发现意外的简单 有时候发现超级困难 还是放弃好了 所以都会有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刚提到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是好的味道 正确的味道 要是说你从小都乱吃一通 然后家里面也没有很讲究这个 爸妈可能都很忙 没有时间做菜啊 或者说出来念书啊 住在外面也没有办法自己做菜 就乱吃一通啊 吃便利商店的东西 或者吃路边摊的东西 也没有不OK 也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对于真正比较讲究的料理 可能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嘛 所以你就不会知道 人家讲的那些讲究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 而且说真的 要吃真正讲究的好东西 口袋要有一点口口才可以嘛 对不对 那学生时代拿有很多钱 就被大人请客 对不对 但现在出社会了 出社会了 你对于美食这个东西 或对你想吃的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还是其实胡乱吃一吃 过得去就好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 很多人也许根本不讲究 也无所谓 我真的认识这样的人 就这个跟你有钱没钱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能所谓的这个很豪华的大餐 就是去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坐下来一个人吃一个 可能280块的套餐 就是非常非常好奢的事情 那甚至我还知道 有我太太的亲戚 我太太的朋友 他们一家人出去吃 有大有小 那他们就会比方说 三个人叫两个套餐 这样才比较省 然后大家都没有说吃很饱 就回家再去吃点别的东西 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他们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可以 但是我听了就觉得好可怜 怎么这样 老师那好可怜 超级嘲讽 好可怜 那就是说假如说你对于这个事情 有一些期待 有一些盼望 是 然后不甘心每天只是滑手机叫外送 是 或者只能将就一下家里旁边附近 已经吃到那些小吃店 小吃摊 那你其实是可以偶尔对自己好一点 你就真的想办法 让自己隔一段时间去吃一个 真正的讲究的好的东西 说真的啦 你说很讲究很厉害 就算有米其林心急餐厅好了 连酒水的钱一个人吃下来 三五千块是跑不掉 但是三五千块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换取一个这样的经验 跟你去买两条unicolo的裤子的钱 是差不多的 其实当类比起来 这些价格都很接近 你这样说就是 那好像不是不可以 你偶尔好赏一下自己 对不对 那平常打手有不小心 磕金磕掉的钱 省一点下来 搞不好就可以去吃一顿好的嘛 况且很多东西不需要花到三五千块 你花到一千块 就已经吃到非常好了 尤其是中餐 中餐假如是找几个朋友去吃很好的一桌 一个人要是能够出到一千块 可以吃的好的不得了 你不要去点什么鲍鱼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很贵的东西的话 是OK的 那知道什么是好的味道 讲究的味道 然后你进一步想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厨子这么厉害 各种有一些道理 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去探索 我不觉得那是一种什么追求啊 或者说是一种 要让你的人生变成给败啊 你可以拿出来炫耀可以贴IG 不是的 而是说你的人生经验应该这样变得更丰富 更美满就像我们会愿意穿好看一点的衣服 我们会愿意买一个大一点的电视机 是 这个我希望家里面看起来不要那么丑 我希望花多一点钱买一张好一点的椅子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说一把椅子从300块到30万都有 人不就一个屁股吗 这个有差吗 我跟你讲真的有差 但是不是都要买到30万的椅子 但是你可以不要都只做300块的椅子 其实吃东西也是一样 慢慢就可以分辨 下次你再去吃那个你以前觉得还可以将就的那家店 你就发现哇靠鸡粉我已经也放太多了吧 慢慢就觉得不如自己在家弄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家弄也没有那么难啊 家里只要有明火 然后有冰箱 有菜刀跟砧板 有平底锅跟汤锅 你就可以开动了 你只要有一把菜刀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做好多好多东西了 你一旦进入这个状态 其实生活就变得对很多事情 可以稍微再多讲究一点点 那我不会觉得每个人都要这样做 因为说真的 我们大家都有年轻走过来的经验 在外面租房子住住牙房 你根本没有厨房 你说就要做菜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没办法嘛 但是要是你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你有这个心情 你想试试看 就可以做菜啊 那以前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偶尔做菜 请朋友来吃饭 或者请了年轻的朋友来 所有年轻就比我们年轻了 大概也就是快40岁吧 但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 大家就平常在外面吃啊 聚餐就是在外面吃火锅啊 或者去找一些热炒店啊 那天到我们家来吃 我就做了几个 我自己喜欢的家常菜 他们吃了就很开心很感动 然后他们说一个很有趣的评语 他们说这个是理想的大人生活 在一个快40岁的人嘴里 说出这句话 好多那你之前是过了怎样的生活呀 求学生活是不是 之前也没有过得不好 但是很多地方就比较将就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体验之前 你不知道原来我在将就 原来我还可以再要求一些 然后你发现也没那么难 那一旦你开始比方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在家里做菜请朋友来吃 我相信接下来就慢慢的做这个中餐 丙级证照这个事情 很快就可以了 现在其实也可以 只是要再精进一些 请加油 我今年三月的生日餐 你最好给我来吃 烧焦都给我吞下去 你要做吗 你要做这件事情吗 我try看看 你要学习马世芳老师的精神吗 我ok哦 看着老师的食谱做 你做一道 然后我再take他 不好吃就take老师的书 老师说这样做 也好吃是我不好吃是你 老师可是我刚刚也有一个好奇 是想问你说 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有时候 对于味觉上的培养 如果要开始讲究的时候 就可以去找一些比较 认真处理的管子去挑选 但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如果没有人来带的话 有时候就是网络上看 那近几年就是像国外的话 就会有米其林的餐厅的指标 那台湾的话 联合报底下就会有500集500盘 他们的这个指标 那你对于这种美食的指标 对你是怎么看待他们 你觉得有没有公允 是这样讲吗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跟乐品一样 不同的音乐杂志 选出来的年度专辑 或时尚最伟大专辑 就是不一样的名单 因为他们就有不同的取向 其实食品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那一千金主要是针对观光客 就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米其林本来是卖轮胎的嘛 所以他的逻辑就是 要让你开的时候去那边吃东西 值不值得开车转转去吃他一趟 那所以米其林推荐的餐馆 他一定卫生 一定有服务的水准 然后一定是 你不会吃到意料之外的怪味道 或者是有文化门槛非常高的东西 就是异文化的人来吃 也可以入口 符合观光客期待的 符合观光客期待的 然后卫生服务 环境干净的这样的店 然后料理有一定程度的精致跟讲究 这个才会进入他们的名单 这是他们的观点 这个很OK 这没有什么对错 那我们用自己在家巷口 那家最好吃的 这个逻辑去看他 当然就不对 那500盘是另外一种 500盘就是找一大堆的 各种各样领域的 这个社会上的人 推荐食盘 就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每个人来推荐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逻辑 因为那个就非常personal 那你就会看到 前几届也会出现 死灯亮油饼也有人喜欢 你就拿了一盘 我觉得也OK 因为他真心喜欢 又有人全部都选炸鸡 各家炸鸡 他有心得 我有印象 因为那个21世纪风味馆又上 上棒 我觉得也很OK 因为你知道他的逻辑 你就了解了 那你要不要认同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都OK 都很好 那吃东西这件事情 我认为大家有越来越多的追求跟讲究 绝对不是坏事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对于吃喝这件 攸关生存的重大的事情 可以有更多的在乎 然后这个在乎并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对自己好 然后我除了对自己好 我也可以希望把这样的美好的体验 分享给更多人 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同时呢 你知道卖吃的是很辛苦的 不管是在路边卖炸鸡排的 还是那些fine dining的厨师 都累到不行 他是没有一秒钟可以松懈的工作 然后做这一行的人 不管是炸鸡排也好 卤肉饭也好 还是fine dining也好 都有他们那个行业里面的讲究跟手艺 平常我们不太看得起这个行业的人 这个社会上总觉得你一定要学位念得很高 或者书要读得很好 或者要怎么样有什么 但是对于这些喂饱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下去的人 我们始终没有给他们够多的尊敬 够多的礼赞 那么有了这一些评比 我觉得让这个行业里面用心投入的人 可以得到应有的尊敬 而且让更多人理解他们的工作 为什么值得尊敬 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社会的教养 文化教养 是不是品味这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稍微有一个集体提升 我觉得蛮OK的 而且大家可以尽量去开发 各种各样不同的评比 其实很多人都在 很多杂志也都在做 今天就要讲台北50大厉害的卤肉饭 或者说全台湾最厉害的炸鸡排是谁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做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或者说你要讲 吃一条厉害的清蒸海鱼 然后不会让你破产 那你可以去什么地方吃 好多限制 好多限制 但每个限制其实都是一个选择 让大家知道说 可以怎么样去挑选 它适合的菜色 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因为好像 就是开始提到讲究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有个历程的 因为老师一定有一段时间 是可能是在台北市 有点辛苦 然后不停的忙碌 在工作这件事 忽略了生活 是什么时候 哪个时间 你开始觉得说 我其实应该要讲究我的生活 让我自己的生活 有了水准上的提升等等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所谓的讲究 以前我跟爸妈一起住 我跟爸妈一起住 一直住到我结婚 这个除了当兵两年 我都住家里 所以我到三十几岁 都还是住在我爸妈家 所以那个状况 我不需要自己做菜 家里本来就有的吃 那有时候 我的坐骑时间 跟爸妈的坐骑时间不一样 他们吃饱了 我还没吃 我就自己跑出去找东西吃 那出去找什么东西吃 就会有自己的一些 小小讲究嘛 也不可能跑去吃 什么很给拜的餐厅 而且餐厅那时候 都已经没开了 但是呢 比方说 我们家后面就是 那个青州小菜 那条复兴南路 那边嘛 那一排青州小菜 我很少吃 因为一个人没办法点 但是我会去 那边有两家 卖烧饼油条豆浆的店 那我比较喜欢 去吃其中的一家 那一家的 烧饼油条特别好吃 它的烧饼真的很脆 很好吃 油条炸出来是新鲜的 然后弄米饭也做得不错 米不会太硬 我就会去吃一个 咸豆浆配烧饼油条 很饿的话 再加一个弄米饭 这样就 我就很满足了 我觉得这是 给我自己一点小讲究啊 这个就也花不了太多钱嘛 所以对自己好一点 也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你不用 就去厨子里面挖泡面出来吃 有点沮丧嘛 在台湾啊 你住在都会区 外食真的太方便 而且应该都找得到 不是太离谱的东西 就算是吃泡面好了 你在便利商店泡个泡面 要不要多买个茶叶蛋 泡进去吃 稍微也就多一点东西嘛 这也是一点点小讲究啊 我觉得都是 都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点的 我没有那么挑嘴 一点小确幸 刚听起来上讲 一点小确幸 今天多吃个弱米饭 是一个小确幸的那种感觉 热量有点多 不是小确幸而已 那老师你刚刚说就是 你到结婚前都是跟爸妈同住吗 那爸妈对于你的饮食习惯 有没有一些曾经的介入 或是教导 或是说你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 一些启发而做的调整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自觉 因为跟爸妈在一起 那么那么长的时间 就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很习惯 你也不会知道别人家怎么吃饭的 我爸妈也都是常常要去外面工作啊 也不会每天都在家里面做菜啊 但我爸很爱做菜 我爸他大概让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 想要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与其去外面馆子吃 不如在家自己做出来吃 我爸很会蒸鱼 很会做红烧肉 很会煮牛尾汤 还会自己煮酸梅汤 我爸还蛮会做大菜的 听起来都很厉害 他不是在家里面长厨的人 他偶尔才做一下菜 但他要做 他真的就会做一些很炫耀性的大菜 或者很厉害的东西 我听说酸梅汤是一大锅嘛 对 超级大的一大锅 所以他煮一锅就可以喝一整个夏天 他煮出来是浓缩的酸梅汤 只用乌梅冰糖跟水 听起来超酸的 但是乌梅一定要去中药铺买 然后他绝对不买那种现成的条理包 绝对不加什么山楂 什么有的没的 绝对没有 就是乌梅冰糖跟水 煮出来超级浓 倒出来可能再加五倍的水 但是那个就比什么外面卖的饮料都好喝 所以我们从小就不太在外面喝 什么手摇饮啊 什么可乐啊 什么很少喝 因为我爸的酸梅汤超级好喝的啊 那就很赞 那我妈做菜就是家常菜 他不禁得会像我爸 那么讲究什么炫耀性的大菜 但是家常菜有家常菜的手艺 那我妈好歹 外公外婆苏州人嘛 小时候也是吃得有点讲究的 所以他做出来的菜 味道调味比较清淡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会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也很习惯 对我来说在家里面做菜吃 我也不会特别去跟朋友家 去比较炫耀什么 但后来才发现 有一些东西 我们家做出来别人没吃过的 奇奇怪怪的东西 原来是蛮特别的 比方说茄饼这个东北菜 别人家好像就没吃过 是 就是把茄子切成鞋片 中间夹绞肉跟韭菜的馅 在果上面衣去煎炸 这个叫茄饼 很有趣的是 我妈会给我们带便当 就蒸过之后都已经不脆了 但是还是很好吃 就蛮特别的 对类似这样 珍珠丸子 后来我自己长大自己也会做 珍珠丸子其实是一个高级的菜 其实没那么难 其实没那么难 你只要会拌绞肉馅 就是绞肉加盐巴 跟加酱油跟麻油 打葱姜水之后 绞肉馅就好了嘛 然后你糯米一碗 最好是用圆糯米 但长糯米也OK 糯米泡 大概泡一个晚上比较好 但我有时候常 懒得泡那么久 泡两个钟头也OK 泡好的糯米把水沥掉 有没有 然后一小碗的糯米 然后你这边有肉馅 对不对 你把肉馅捏成肉丸子 捏成一个稍微有点形状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碗里面 放到糯米的碗里面 然后你不要去想把它捏成圆形 不需要 你就拿那个碗拿起来 就放着 没有 拿起来 然后就开始转圈圈 就晃 晃那个碗 让那个肉丸子在糯米里面滚 滚动 绕圈圈滚 滚着滚着它就圆了 滚着滚着就圆了 然后放在烘焙纸上面 就完成了 然后拿去蒸嘛 电锅蒸起来就好了 老师是生活智慧王耶 其实没有那么 对 你听起来没有很难吧 听起来没有很难 但是 我后来发现真的跟炸的东西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会很厉害 它只是想起来感觉很难而已 就看起来你会觉得 哇 这道菜很厉害 可是它就是蒸跟炸 我觉得有些炒的东西反而比较难 炒 因为炒要看刀工跟火器 然后那个东西时间差一点 就会差很多 真的 像炒啊 我以前不知道 油都热了 我才下蒜片 一下就焦掉了 后来发现不行 要冷锅下 冷锅冷油下蒜片 或者下蒜姜 下葱 要爆香 一定要冷油下 我以前不知道啊 我以前都油热才下 一下就焦掉了 然后粘在锅底缠不起来 这个就是 你知道了之后 就没什么稀奇的 但不知道就很难 但炒真的不容易 炸也是 炸废油 家里比较少做 但一旦你愿意做 就没那么麻烦 做出来 验课他就很嗨 很高兴 日式炸虾也可以做 什么炸鸡块也可以做 我很好奇 老师如果说 就是今天家里要 验课 验一个很重要的客人 然后如果说 你现在要出一个 午餐一堂 你的拉手菜可能会是怎样安排 第一次来我们家的话 我会考虑一下 鸡鸭鱼肉汤 素菜的比例 要怎么做 汤为一个很有趣的汤 不用加盐巴 全素的汤 但非常好喝 用什么呢 现在这个集结可以做得到 莲藕 腰果 牛棒 然后可以放莲子 可以放栗子 但是基本的东西是 腰果 莲藕跟牛棒 这三样是核心 其他你爱放什么 可以放栗子 可以放莲子 然后这个汤呢 你就把这些东西 你统统丢进水里面去煮 你只要会煮开水 这个汤就成功了 这样就好了 你不用加盐巴 你不用加荤料 而且这个汤啊 你料放的多 对不对 那个汤因为煮出来 全部都是那个 根筋类的鲜甜味 所以它非常好喝 大家就一直喝汤 最后汤喝完料 剩一堆 你就加水再煮 它又是一锅 又一锅 根本就是个聚宝盆 这是家庭主妇的小配方 这可以过年煮 可以让你除蟹煮到初污 而且过年都吃很油腻 这个清口超好 是不是很简单 一道菜了 就这道 莲藕腰果牛棒 莲藕妖果牛棒 然后其他爱加什么加什么 栗子 可以加栗子 可以加莲子 其他你想到什么 都随便往里丢 反正它是一个素的 不用调味的汤 好 第一道 第一道汤 第一道 第一道菜 或者是第一次来我们家的话 我就会考虑一下 大肉要做哪一道 我可能会做二选一 我可能会做麻烦的广式烧肉 所以比较肉要三天前开始准备 所以比较麻烦 那麻烦不是难 你只要照步骤做 其实都做得出来 我书里都有写 你只要有擦那个肉皮的松肉蒸 然后稍微有点耐心 然后买好的猪肉 就可以做得出来 去主妇联盟买 主妇联盟的肉真心不错 它有那个得到神农奖的五花肉 真的很厉害 很不错 一条刚好一斤 或者你要去菜场 找黑猪肉摊子 切方方一大块也OK 那假如没有时间搞三天 才能够做的这个碎皮烧肉 我会去买那个松板猪 松板猪台糖就有卖 很冬的很大一块的 松板猪拿回来自己腌叉烧 腌叉烧之后切斜片 那个serve也很赞 因为很少人会想要在家里 可以自己腌叉烧 对 对那叉烧的调料 我书里也都有 对 那做出来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比用梅花肉 烤出来的叉烧好吃 或者也可能会考虑做东坡肉 东坡肉也是一样 就是买一块五花肉 然后那个大概一天就可以做得出来 那大肉会选一个 鸡的话我应该会做川石焦麻鸡 因为那是大家比较平常没有机会吃到的味道 川石焦麻鸡很简单 就是去骨鸡腿肉 拿去电锅里面抹一点花椒 盐巴蒸熟之后 电锅跳起来拿出来过冰水 鸡腿肉就熟了 然后青葱 只切葱绿的部分 切一大把 然后菜籽油烧热 浇下去 炸出那个葱油 然后你再加一点鸡汤 就是你刚蒸的时候会有鸡汤 就加点鸡汤 加点盐巴 这个就是淋酱 然后把这个青葱淋酱 淋到刚才蒸好的鸡肉上面 切切切切 就可以上桌了 最一道菜了 好吃 现在三道菜了 再两道 虾仁炒蛋 虾仁炒蛋超好吃 看起来很家常 但是要炒到很好吃 需要一点功夫 你听到炒那个字都很难 但是我的炒法 我觉得大家也都觉得会 你知道有个炒锅 对 不管什么炒锅都可以 平底的也好 中华炒锅也可以 油要够 最好用猪油炒会更香 那你怕猪油就用 随便什么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虾仁先炒熟 再放到蛋汁里面 然后把蛋汁跟虾仁 一起下锅去炒 然后洗了锅子 免得待会儿黏锅 要洗锅子 然后下油 油加热 热到有点冒烟 然后关火再下蛋汁 不然的话 蛋一下全熟 要关火 要关火 要关火下蛋汁 这样蛋很快就会 外源就会熟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用锅铲 把那个还没有熟的部分 让它可以 流到那个熟的下面 然后这样看看 然后你看 好像不太在凝固了 你再开火 然后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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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地拌一下 这样蛋跟虾就会融为一体 这样就可以炒出滑蛋 就是开火关火 或者你慢慢有信心了 你这个火一直开着 然后你可以把锅子抬高一点 然后降温 这样就可以炒出完美的滑蛋 听老师分享就有一种 哇我好想试试看 感觉我做得出来 其实做得出来吗 对啊 感觉做得出来 加一点就炒的时候加一点豌豆或毛豆下去 那个是不是听起来也很不错 对 最后一道了 你看有鸡了嘛 有虾了 好像缺一道菜 对缺一道菜 缺个素菜嘛 对 素菜我可能就会做一个缩衣黄瓜 那是什么 缩衣黄瓜就是啊 黄瓜有没有 它那个最后切出来像风琴一样 一条黄瓜可以拉成五倍长 对对对 好难想象好难想象 紧自切的那个 但又不切断 它有一种切法 其实也很简单 你知道看网络上都有教学 你就要拿一对免洗块把黄瓜夹住 然后挑那个标弯的 挑直的黄瓜 一对免洗块夹住它 然后 斜的切 一面切斜的 另外一面切横的 就是这样 一面切斜的一面切横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黄瓜拉开 但不会断 它那个免洗块是为了不要让它切断 对不要让它切断 就把它垫在下面 那所以黄瓜就是一个你拿出来 然后夹起来 哇 大家一看怎么可以拉这么高 就超爽 全部人都拍照这样子 好时尚 好时尚 老师姐菜色好时尚 至于你要怎么调味都可以 你可以调日式的调味 就是可以用盐昆布 可以用和风酱油 用一点蒜末 你也可以调成川味的 就加一点辣椒 加一点这个菜籽油 或者最简单的就是三合油也可以 醋酱油麻油也OK 都可以 怎么调都好吃 只能大胆的希望老师邀请我去吃了 哈哈哈哈 太大胆了 我就偏大胆 过于大胆 我还不敢去 我有点想好奇老师家中的生活 我问一个比较日常的就是 老师到底现在的师母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师母没礼貌 哈哈哈哈 老师的师父 因为刚刚听老师讲 就是早期的时候 他们的饮食习惯好像是有点落差 比如说一个吃辣一个不吃辣 对啊 一个家里那边是会三个人点两个套餐 对 那是他朋友 那不是我才知道 那是他朋友 对对对 太太家吃的还不错 对 所以怎么认识现在老婆的 我太太她是 怎么征服你的 大学社团的学妹 但是我跟她差四届 所以我是当兵退伍之后 回学校去 他们活动邀请大学长回去 她是那个社团的社长 就是当时也是那个文艺少女来着 是那个校刊吗 校刊 不是不算校刊啦 就是编校园刊 是 那因为这样认识了 所以就是学长追学妹啊 那时候觉得他就差四届 是老师主动的 这个话要怎么说 我想一想谁主动的 应该勉强算是我主动的 对 但是互相本来就 你感觉出来嘛 就是他对你是不是有好感 应该有吧 不然的话不会你每次约他看电影 他都愿意跟你去 对不对 可是要不要说出来而已 对 老师你基本上是好男人 因为你懂音乐 懂美食 懂咖啡 怎样你马世芳老师也心动了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说老师怎么追 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追 怎么样才浪漫 你是说要怎样追老师 还是老师怎么追别的 老师怎么样追那个女生 对对对对 怎么样浪漫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所以这事情说起来是这样 我觉得要看运气 有时候不是你想追就追得到 那个人对你没兴趣 你怎么追也没用 这就不是演日剧 对不对 那我觉得是运气好 碰到了彼此觉得都还蛮合得来的对象 刚好当时身边也没别人 蛮不错的啊 那就在一起嘛 那在一起一开始也没想到会在一起这么久 那我是觉得我在一起 我就觉得可以一直在一起最好 那他觉得也许三个月吧 没想到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到现在 不知不觉 我想想看 也已经从那个时候算到 今年是2024年 对对对 我们在一起 今年满30周 Oh my god 三十周年耶 快要三十周年了 而且老师你刚开始得知 他只想要再起三个月 有没有很不开心 听确的说是28年 再起28年 老师你刚才得知到 他只想三个月的时候 你心情是什么样 没有 我说随便你讲啊 我们看着办嘛 好豁达哦 好豁达哦 得过且过 且战且走 那老师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约定的生活习惯或是有什么样 仪式感 仪式感 对这件事情 我太太对生活纪律比我要求的多 她有洁癖 她很要求家里的纪律 她很要求清洁 她很要求厨房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卫生 所以她常会骂我说你都没有清洁管 你没有化学知识啊 或者没有卫生知识啊 或者生活习惯不好啊 就是做完菜也不好好收拾啊 抹布不能经过食物上空啊 这个 这个很细耶 这个很细耶 那她的砧板要分开吗 砧板一定要分开 不管砧板都要 伸手砧板一定要分开 至少你正反面不要搞混 最好买两个 或者正反面分开用 这个很基本啦 或者洗碗机里面的碗筷的排列方式 有一个固定的排法 不能乱放 就她有一些要求啦 她其实严谨的人耶 他在这方面比我严谨 但她觉得那样是应该的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的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生 都有一些龟毛之处 可是龟毛的领域不一样 那她会觉得 我有些地方很散漫 那我觉得她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OK啊 没关系 我就反正被骂也骂习惯了 对 这次记取教训 下次尽量不要再犯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一起生活 就是说 彼此有互相信任的共识 彼此都很确定 对方对你来说 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的时候 其实那些都是小事情 是不是每天要在一起吃饭 是不是每天要在一起 有什么仪式性的活动 其实不重要 重一点的是说 你有话想说 不会说不出口 然后你有烦恼 不会怕讲出来 让另外一个人分担 你有喜悦 不怕让另外一个人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幸福了 这个就是好生活好日子 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老夫老妻可能没有办法 或者说很多 像我们成长过程 我年轻人有种说法 我之前也分享过 就是这种亚洲儒教国家 出生的孩子 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 有时候常常是很不OK的 真的 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特别有趣 就是这个 你跟父母亲 说出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就会加倍 你跟父母亲分享你的快乐 你的快乐就会消失 或至少减半 这是一定会的耶 这是很多人的生活经验 生命经验嘛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我们跟生命中 最在乎的人 应该要可以分享这一切才对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 是碰到这样的伴侣 不好意思给人家放闪 跟最近那个 就是老师有分享 60岁的初恋也是一样 闪瞎的过程 那是一种换书里去的 集成车司机故事 对啊 浪漫火箭升空 棒 对啊 好疯哦 我觉得很好看耶 那段故事 真的很好看 我是蛮庆幸 我不用等到60岁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出了这本 就是也好吃 这本饮食相关的书籍 那你太太怎么看你 你写的这本书 还有你们之前的三餐 有没有跟她一些 磨合的地方 磨合一定有啊 像我有时候下手比较重 我反正就想吃什么好吃 我就自己做做看 做得出来就很高兴 有时候她会嫌说 这个下手太重了 这个调味太过了 她希望吃健康清淡一点 通常是这样 男生会吃口味重一点 女生会吃口味清淡一点 男生喜欢吃大肉 女生喜欢吃多一点蔬菜跟白肉 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 我只要做得很好吃 她就不计较了 所以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菜 她是第一个试吃的人 这本书里所有的文章 她是第一个读的人 我之前贴脸书之前 都会先给她看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做完菜 我自己步骤忘记了 她就说 你忘记了啦 这边要先煮一下 你忘记了 你在讲什么 这边应该要这样 我就对对对 我给她补一下 所以这些文字她其实是最早看到的 然后这些菜她都第一个吃嘛 所以有时候她更了解 这些菜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些文章 我这些文章发表之前 通常都会给她先看一下 因为你知道 活到这个岁数啊 别人叫你老师的时候 都不太会跟你讲实话 对 私底下怎么diss你 你也听不到 但是我太太 绝对不会跟我讲客套话 她觉得你这边嫌很混 不行 我就要回去重写 我觉得结尾不行 太混了 你再想一下 我就会听她的 我就回去重新写一下 说真话的人 现在反而越来越少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样很浪漫 这本书等于是他们的爱情篇章 是吧 他是他的责任编辑 从饮食处罚 第一手的阅读的评论 偏浪漫 生活中有一个可以不断跟你说实话的伴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比一个什么 你需要人崇拜你吗 你需要人宠爱你吗 当然都会有这样的成分 关系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成分 互相崇拜 互相宠爱 互相欣赏 互相包容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部分是 他可以跟你说实话 然后你不会因为听到实话而受伤 因为你知道他是真心的 为你好跟在乎你 他才会这样说 不然就说些场面话就好了 对 而且听起来真的很浪漫 因为老师一直都在做评论人的工作 可是能评论他就只有他太太 这个捷语好喜欢 不会啦 欢迎大家评论 欢迎大家diss我啦 对这本书 欢迎大家diss 多多分享 开一个那种club的感觉 开一个line群组 大家来分享菜色啊 看我的食谱你满不满意啊 满不买单啊 说真的是这样 因为家常菜没有绝对的做法 是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 更好的做法 或不一样的做法 或者取代性的做法 是 都没有问题啊 就是怎么做都好吃 这样做也好吃 那样做也好吃 所以书米才叫也好吃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了 听众提问的时间 也请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听众的问题哦 接下来是我们的日常对话时间 在这环节我们征求数题来自听众朋友们的提问 问他们对于未来长大生活的想象或是他们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 这边请马斯文老师依照自身经验来回答 首先是50岁的陈先生 他说本身也有在学校里面教书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想问问老师年轻的时候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心度历程 决定选择专注在某领域 然后以此耕耘十几二十年呢 如何看待年轻人先斜杠很多的优势与危机 我觉得现在的世代跟我们成长的世代非常不一样 像刚才也有提到嘛 现在是每天睁开眼睛就在各种资讯流的冲刷之中 所以我觉得现在二十岁世代的生命节奏的体感密度 比我的二十岁的世代的身体经验跟生命经验可能是三到五倍 甚至可能更高的 密度非常高速度非常快 所以一定会更焦虑 我觉得那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不觉得我的成长经验一定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我觉得是大家要各自寻找出路啦 但是我也没有说我在十八九岁开始做广播 我就决定要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说我开始在高中校刊上写披头四文章 就决定要一辈子当乐评人 没有这种事情 那时候都觉得未来会变成很伟大的人 会写出旷世民作 会做出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我觉得不管后来人生的道路怎么走 我知道我自己很幸运 首先是我出生在一个爸爸妈妈给我非常多的教养资源 但是又不太管我们要干嘛的家庭 他们并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做什么 但是他们同时也教导我们 你自己选择要做什么的话 你就要自己负责 搞砸了也要自己负责收拾 那你有成就是你自己的功劳 可是你要是事情没有办法朝你本来想象的走 那也是自己要负责的事 就学会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就没有办法把我人生可能的失败归罪到 都是你们不让我那个这个那个的 你知道吗 你就是自己要认了嘛 那我不适合做什么 我也曾经跌过跤啊 我也曾经创业失败啊 那就是自找的 我没有办法怪怪东怪西 我就是自己要负责去收拾善后嘛 那至于为什么可以比方说广播做这么长的时间 或者一直对于音乐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写作一直可以一直写下来 我想是因为心里始终有好奇 对比方说音乐 音乐是听不腻的 他不会说因为你变成了工作 你就觉得很烦不想听 不会 因为音乐一直都有很多好听的东西 而且永远听不完 永远都会有好玩的东西可以听 然后永远都会有挖掘不完的故事 那我发现我有一些能力可能是被某些人需要的 包括比方说做节目或者上课或者写作 都是我把我很心爱的东西 想办法转译成别人听到也会觉得有趣的东西 对不对 相信今天来上节目也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嘛 我把我也很有兴趣很喜欢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对话 传播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那这就让我很开心啊 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而且我还可以靠这个挣点钱呢 那这个就是很幸运很幸运 就是说当你的兴趣变成了工作 也没有让你的兴趣变成无聊 或变成负担 这个是最不简单的事 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在这个同时呢 有相对应的代价 比方说我就没有在任何地方做fulltime job 我就是到处打零工啊 那要是没有人找我我就没生意啊 我就断吹啦 我就要靠太太养了 所以我必须要始终不断的维持 有工作的状态 被需要的状态 那我就不能够让我的手感顿掉 不能够一直自我重复 让觉得觉得你会的这招我们都用过 我们都看过了 不想再找你了 那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在三十多 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开独立商品公司 后来欠了一屁股债 虽然也得过金曲奖 也发过陈三尼的专辑 但后来证明生意是不能做的 因为我不适合做生意嘛 那我觉得不到四十岁的时候 学到自己人生不擅长的事情 不该勉强自己做的事情 也是非常重要的礼物 因为那个会让你去反过来想 那我适合做什么 所以我才会在后面展开 到现在十几年的打零工人生 我觉得这样是让我比较 比较能够做出具体贡献 比较不浪费人生有限的 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光阴的方式 所以要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的话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那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 我不觉得我们的生命经验 一定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具体的参考 但是同理他们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是做得到的 我不会说你们就是不行 或怎么样 最不喜欢大人说年轻人是草莓族 或者说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过太好 或者现在环境就是太自由 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 最讨厌大人说这些话 对不对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难处 现在的年轻世代有他们的不容易 那他们的焦虑从哪里来 他们的困难从哪里来 我觉得我们作为有资源的大人 可以做到的事 是维持设法提供越多越好的 让他们产生好奇的材料跟经验跟故事 让他们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之中知道 以前的人曾经有过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有过这样的成功 有过那样的失败 那我们好像也可以在这些那些事情上面试试看 然后年轻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青春无敌 来日放长 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一败涂地也不过就是跟现在一样 那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不要那么害怕 现在很多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的状态是 很害怕失败 因为手机一划都是成功者 都是同侪比你厉害 一千倍一万倍的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部分放出来 就觉得自己很烂 很落伍 很不行 流量没有人家多 关注没有人家好 长得没有人家帅 又不会穿搭 又不会当网红 又没梗 其实这种焦虑 你要反过来想 要是你现在才20岁好了 或者25岁吧 你所有的人生的梦想 全部都实现了 你接下来人生怎么办 对不对 我会跟我对学生讲这个 整个被疗愈到 刚好多话冲到我心里面 我刚好里面有一个想多问的 是因为我有看过老师的 那个课堂的学生 有提到那个年代的歌 他选的一首歌曲是 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康师坦的变化球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提到的关于 我在SWEST里面面临到的很多的比较感 我也不是说一直打开手机 想要去给他们做比较 可是总是在社群平台中 就会呈现出 哇 我好像真的就 就落了人家一些些 我觉得那个比较感 一直在这个世代中 有很多 很焦虑的心情 在心中萌芽 然后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比较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难的事情 但是可以努力试试看的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办法 去建立起不假外求的自我评量的标准 因为我们假如把自我的价值都建立在别人的眼光 跟别人的评分标准上 你永远都追赶不完 那个焦虑是不会有止境的 永远不会有止境的 你知道李安当年拿了奥斯卡金像奖回家 他爸给他的回馈是什么吗 他爸说儿子啊 你现在终于可以找个正经工作了吧 果然印证了那个快乐分享给爸妈 会顿然消失 减半减半 消失 帮我拿奥斯卡 哎呦正值工作了 我拿了奥斯卡还在问我正值工作 所以就算你的奥斯卡 或者就算你的诺贝尔奖 你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 建立起自我评量的那个标准的话 你还是会焦虑 还是会觉得没有成就感 是 穿装康城得诺贝尔奖之后 就写不出东西 最后自杀了 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完的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认清自己的状态 我现在比过去多了些什么 少了些什么 我想做到什么 我做到的没有 我可以做什么 别人做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我不一定要做那个最厉害或最好 因为永远不会是我 我不可能是全世界最厉害或最好的 但是一定有一些事情 是只有我可以做 只有我可以说 只有我可以帮助别人 只有我因为这样而被需要 一定有 每个人都有 你身边 你有没有办法让身边的人 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快乐 或觉得他的人生变得更充实 一定有 当你身边的人有状况的时候 你能不能接住他 而你是被需要的 我们一定可以 那有时候我们的价值 就是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 有时候是你不需要跟别人讲 你不需要去那边比来比去 在那边算流量 在那边算关注 你的关注跟流量变超级大的时候 反而你会变得超级焦虑 你觉得不行 我是假货 我一定会被拆穿 我不值得 我不配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状况吧 不要被这个东西绑架 当然不容易 但是可以 就是说 对自己做得好不好 心里面有一把尺 我大概还算有点把握 我应该还可以 你要能够对自己说出来这句话 不要说 我超棒 我超赞 I'm so awesome 不一定要这么严重 就是我应该还可以 你只要能够说出这句话 你的心就定一点 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努力的 但是每个人一定都做得到 你一定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发挥出一些创造性的贡献 你一定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是一个被需要的人 你一定可以做出来 你以前做不到 但现在做得到的事情 那这都不需要让别人去评判你 你可以自己评判你自己 那反过来说 别人再多的赞美 有时候你骗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你明明心里知道 你还没到 别人给你很多的鼓掌 你也知道那个是假的 再多的掌声 也抵不过人家 一句轻描淡写的 激潮或批评 你就会一直记得那句话 做梦的时候都会做噩梦 一直梦到人家讲的那句话 第四 其实人家也不见得有什么恶意 但你就一直忘不掉 一直忘不掉 有一万个掌声 有一百万个赞 抵不过一句负评 都卡在自己心里那一关 就是卡在心里那一关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送上陈山里的 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那老师 我自己也会想问问看你 就是说 因为可能你年轻的时候 也有尝试过不同的专案 去做进行吗 那你自己会怎样告诉自己 假设我今天碰到一个挫折 我是该继续坚持下去 还是我要让这个挫折 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这个专案 已经不适合我了 我要赶快进行到别的东西 我跟你讲 我一天到晚在讲这个事情 我跟我的学生们会分享 我自己的曾经很惨的经验 就是那个创业失败的事情 我跟你讲 这判断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都会讲 实现梦想很了不起 对不对 实现梦想 实现梦想你要付出多少代价 假如你发现实现梦想 已经变成在自我剥削的时候 这表示事情有很大的问题 要么就是你真的没有才华 要么就是你做事的方法有问题 不然不可能说 你在实现梦想的过程 会变成你要不断的自我剥削 一时的牺牲是可理解的 但是不断的自我剥削是不正常的 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 是你把身边的人也拖下水 你让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伴侣 你的家人 你的伙伴 全部因为你的这个事情 必须要陪你进去 一起被拖进去这个事情 付出不管是经济上的人生 生活上的 情绪上的代价的时候 这个事情一定有问题 因为真的做得起来的话 不应该事情变那样 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上 所有我们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人 干得还不错的事 他们的那个成功的路径 好像他们不会是在自我剥削的状态 把身边的人都拖下水 所有人都很惨吧 应该不至于吧 好像很难 好像不太会这样子 假如那样那个事业还被叫做成功 那个好像也不太对吧 应该不想变成那样 对 我觉得那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 不要为了实践你所谓的梦想 而变成自我剥削 并且把你身边你最在乎的人都拖下水 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 那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停顺点 我觉得这个很棒 因为比较少人去谈论这一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是跟自我对话 或是说未来的方向能力 可是我觉得老师提到这个自我剥削 跟其他人的经历跟时间带下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这个都是痛切的个人经验 我很容易直接relate to it 这一集对你来讲很重要 我刚才有雷灌顶 有雷风顶 假白日是今天关台 没有啦 没有啦 是其他职业 I know 在做经纪员啦 很累吧 经纪员很辛苦 人的问题永远都是最麻烦 对 第二个问题呢 Andy 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60岁的高先生 他说 想问看看 老师的整体事业 或是未来的规划 家庭背景有给你什么样 比较强烈的影响吗 还有再来就是说 未来是否有什么计划师 和父母亲合作的 因为很多人是 可能看着你父亲的书长大 或是听着你母亲的声音长大的 音响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我每个人都会被原生家庭 非常非常深的影响 不管父母亲在成长过程是 介入得很深 或者是他们是根本缺席 都会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自己成长过程不会意识到 因为你不会拿自己跟别人去做比较 但长大之后才会回头看 发现哇 我真的很幸运 比方说我刚讲嘛 我爸妈对我跟我弟弟 两个孩子的管教方式 他们不干涉我们的选择 但他们提供我们尽量 丰富的教养的资源 他们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是我们家里充满了书跟唱片跟艺术 然后父母亲往来的朋友 都是艺文圈或者音乐圈的还蛮厉害的人 所以我们从小就对那样的场景 对那样的世界是很习惯的 所以在我开始要选择我想做什么 他们也不会管我爱做什么不做什么 是 我就自然会去想做我有兴趣的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来说 就因为父母亲在他们各自的领域 有很不错的成就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进入这个行业 到处碰到的都是叔叔伯伯阿姨 每个人都说上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在包尿布之类的 应该会很烦 偏没隐私 对 然后他们都叫你的小名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不会想要走上跟他们一样的路 总是会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刚开始会有点抗拒吗 抗拒倒也不至于 因为真心喜欢 比方说做广播不是为了要当DJ很神气 而是因为这个平台在没有网路的时代 广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可以分享音乐的平台 你没有别的地方去分享音乐 你只能通过广播电台 所以有很多人 不知道是几千人几万人还是几十万人 会听你说话 听你真心分享你很爱的东西 而且他们会写信给你 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那因为这个成就感 我愿意去做这件事 而且居然还有人付我钱 我就不会去想说 我妈在这个领域这么屌 我干嘛要做这个 我不可能做超过她 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 我没有要超过她 我也没有要跟她比 我只是想 我觉得做这事情很开心很屌 我觉得可以做做看 我也从来没有想说 我要变成什么当红DJ 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日子做久了 慢慢就做出一点专业的心得 人家就开始叫我老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 但是一开始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我觉得是心里始终保持 对这个事情的好奇跟热情 这个可能反而是最不容易的部分 那我从来不去想这件事 因为做广播对我来说 根本甚至升不上是一个工作 它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嘛 写文章也是一样 当然写作的过程很痛苦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开心啊 那我觉得父母亲给我的最大的影响 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吧 他们让我在年纪还不太大的时候 就长了见识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 是 他什么书都看 我们家的书有几万本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从小根本不用上图书馆 我家里的东西都看不完 他什么东西都看 天文地理 艺术 历史 文学 各种各样的东西 想得到他都有 所以我对任何领域有兴趣 我家里都有 对应的东西可以看 然后他有很多很珍贵的书 那种日本大政时代出版的 科罗版印的那种佛像的那种画册 很珍贵的 我们小朋友随便拿下来看 他也没关系 然后他会跟我们讲故事 他会跟我们讲 他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从小就很习惯这个事 那后来长大才发现 不是每一家人都这样 那我觉得我好像还蛮幸运的 那他也没有说因为这样 我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教养的指标 就应该要去考个什么 或者从小很多的家长会逼小孩 要去背什么四书五经 要去背唐诗送词 从来没有这种事 那我自然而然就对这些事情会有兴趣 那我非常非常感激 因为这个让我对那个世界产生感情 然后我对一切的知识始终维持好奇 所以看我的脸书会订的社团 有天文学的社团 有考古的社团 有音乐的社团 有社会学的社团 有政治的社团 就是就是兴趣都OK 都好玩嘛 提到知识这件事情 上周来宾有问到个问题是说 在时间管理上有没有什么秘诀 可以让24小时变48小时用 这问我就是问错人了 我跟你讲我超美效率 拖拖拉拉 每天被我太太骂 对 可是老师你真的很厉害 在整理资讯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 我没有什么方法论 就是乱七八糟看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选择的资讯来源 是不是品质够好 而不是应该到晚看那些 品质堪忧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差别在这里吧 那品质好的资讯来源 还是蛮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那自然而然就会 就给节省时间 生活比较不无料 我觉得应该也会节省一点时间吧 但我时间本来也超不好的 事情都是拖拖拉拉到最后一秒钟 然后一直被人家催 被人家追杀这样 好喜欢哦 让我对于脱稿这件事情越来越放心许多 也不是这样 不要这样啦 不要这样 到了我这样的五十多岁了 每年新年励志都是不要再拖拖拉拉 每年励志都会有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第二个是不要拖拖拉拉 老师兄好笑 耶 不要在那边寻求够名 去年的贴文再拿出来再用一次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没错 你有什么烦恼吗 因为我们希望把你的烦恼留给下一位来宾来帮你做解答 但我们刚刚那个听众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未来有没有跟爸妈 其实我这本也好吃啊 也算是跟爸妈有合作 我爸帮我写了书名跟好多菜的名字 他用他的非常厉害的黄山谷的书法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书的匪页 还有封底里的那个匪页 然后印在那个上面 我超喜欢 然后张明页就是用我爸的书法的字 有我有看到 非常好看 超厉害的 那再来就是我写这本书 很多提到家族的滋味 很多的细节我搞不清楚 我去问我妈 他就帮我补充很多的细节 包括外公外婆家的 从他小时候一路到我的小时候 到底那个味道是怎么传下来的 然后在长辈的家里面 像他怎么会跟我的姑奶奶学会做铁饼 这个东西菜 这些故事都是我听妈妈讲 我才搞清楚的 然后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 是跟我的家族的味道有关的记忆 说真的这些菜色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一些家常菜 但是跟这些菜色相连结的记忆 对我来说是比什么都珍贵的 我真正想要讲的其实是这些故事 对我自己来说非常珍贵的故事 所以也好是这本书 已经可以看成是一个 我们两代人之间都有参与其中的一个作品了 而且我觉得华人好像很常喜欢用饮食 来去连结那个情感这件事情 吃饭皇帝大 我真的觉得我们对于吃这件事情 投入的热情跟能量远大于很多世界上其他的文明 这是真的 电影也都在讲吃这件事啊 像喜宴啊 枯萎啊 很多很多很多 你就看那个英国人中午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黄瓜三明治 Oh my God 还有炸鱼薯条 老师还有炸鱼薯条 炸鱼薯条做得好还不错 我OK 但黄瓜三明治 好像有真的不行 他们有切成那个 那个可以拉长的那种方法 风情切 对风情切 然后另外一个老师有没有烦恼吗 最近 我的烦恼吗 我最近的烦恼吗 对 如何才能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好 我觉得下一集好像真的可以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哦 我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很开心 真的 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找寻到老师的最新消息呢 呃 大家可以上脸书 或者上IG Follow 那其实你打我的名字嘛 是方 世界的是芬芳的方 都可以找得到我在脸书跟IG上面的账号 是 呃 大家要是对也好吃这本书相关的讯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Follow新经典文化的脸书专业或者是IG的专业 后面会有一些活动 是 希望可以在这本书出来之后 跟读者见见面聊聊天 听听大家的回馈 我非常期待 如果有人带菜车去找老师试吃是可以的吗 带菜来试吃吗 带菜来试吃 我要准备银筷子吗 好好看哦 上新闻头条 开玩笑 而且另外老师还有另外一本书也重新再版了嘛 地下相愁蓝调的部分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2006年出版 然后我很感谢读者们一直没有忘记这本书 让这本书可以持续在书室上面流通 那这个书之前有几年的时间 十周年的时候就重新再出了一个新版本 很快又绝版了 那这次是最新出版的一个称之为什么呢 跨世代文艺青年爱藏本啊 它很可爱的声音是除了原本的版本以外还有2016的备注 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其实可以看到那个金飞喜笔的那种感觉 同时看到 你是说谁金飞喜笔来着 没礼貌 老师金飞喜笔里面的可能是部分有些人 我先不作说 然后另外就是它里面有很可爱的就是老师以前的回忆啊 过往啊学生时期啊 冲撞的故事我都觉得放到现在都还受用 迪克在看就是地下乡丑蓝调跟夜好吃的时候 他就边看了 他就一副就老太龙中间就跟我说 哦讲难听点 马斯芳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想说还要你来讲 我想说你就给我原封不动用这个语气 在他面前讲一次 请问难听在哪里 我想说我讲难听一点 当想要批判的时候发现无从批判 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会写 谢谢啦谢谢迪克啦 提醒给大家这两本书真的很值得收购 扫在那边诬裂我 他刚才讲一个超级烂的广播人的故事 没有 但是因为我刚刚搭Uber来的时候 然后就在路上就有听广播 然后我就只有听了一半 可是那个主持人 我不知道哪一台的 他就 他还要自称小花吧 他就说什么 小花真的好喜欢吃面 在这个冷冷天气里面 就应该来一碗意大利面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碗呢 是来自张慧妹的偏执面 那我们下一碗面要来吃什么呢 就是余文文的体面 我想说 哇哦 好适合老师的也好吃 但又记不住那个 怎样可以把歌名跟菜系融合在一起 太崭新了 这实在太强了 这个静歌我真的是无人能敌耶 不敢这样静歌耶 就要跟他拼了 只好来放阿跨面了 对 老师你好厉害 老师你好厉害 还可以哦 六座金钟奖不是白拿的 真的 有 音乐慢慢睡 音乐慢慢睡 好啦 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Podcast 请来订阅加坊 跟我们IGGND跟安迪的 WSJ0309 和个人是FONG199517 请大家记得多多订阅我们咯 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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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但是平常很少人在家里想说 我没事做蚵仔米苏 绝对不会 只要买得到红面馅 超快又超简单 而且从开始准备到端出来吃 不用半个钟头 勾芡勾一勾 勾芡超级简单 就是我跟你讲 怎么做蚵仔米苏 你们回去就都可以做 蚵仔米苏真的超简单 重点是买到蚵仔 那要是没有蚵仔 就做素的也不是 青面馅也蛮好吃的 青面馅也不错吃 不然就大肠面馅 大肠比较麻烦 大肠说真的比较麻烦 还要洗还要翻 对不然就会有个醍醐味 你知道吗 那味道很重 红面馅本身很咸 所以红面馅煮下去 你不要再加盐巴 不要再加酱油 要先煮一锅碎 红面馅买的是干的嘛 就丢进去给它煮 煮一煮它软了之后 再拿剪刀身材去剪一剪 以后比较好捞 这第一步还蛮好做 然后汤里面加什么 加油虫酥 加冰糖 或者砂糖也可以 然后加柴鱼片 不要买什么贵的柴鱼 买那个台湾磨的那种处处就好 柴鱼片丢进去 它就是高汤底了 然后呢 蚵仔你买那个番薯粉 然后蚵仔稍微洗一洗 把壳挑掉 然后蚵仔用面纸 用那个餐巾纸 吸干 然后在番薯粉上面滚一滚 就让它裹上那个番薯粉 接下来你烧开一小锅的水 不要大滚 稍微有点冒泡泡 就有点快要滚的感觉 然后把蚵仔丢进去 它就烫熟了嘛 这样是不是就有勾芡了 这样你就有勾芡了 这样你就把那个蚵仔裹好番薯粉 然后烫熟的先捞起来备用 那一锅有番薯粉的水 就是勾芡的水 然后就把这个倒到刚才煮面的水里面 它就是勾芡了 这样面的部分就结束了 面就好了 最后就是蚵仔放进去 然后你就把它组合在一起 然后加黑醋 香菜 辣椒酱 然后蒜 大蒜 蒜泥最重要 最后才放上去 这些东西都很简单 香菜要先放掉 怎么可以不吃香菜 香菜不行啦 那味道不行啦 可是台湾很多小吃都有香菜 我都必须要挑掉 因为我觉得那个 猪血干你不加香菜 我不吃加香菜啊 我不吃香菜 你好low哦 这个基因啊 这是基因 这是基因问题 可是我就觉得 夹芝蜜 就没办法 因为有人吃到香菜 会觉得好像吃到肥皂一样 对 对不对 就会有个色色的味道 好可怕哦 你的基因就是有那个 香菜不耐症 哈哈哈哈 这没办法啦 I'm sorry 好吧 对 假扮日誌 带你一件事 童志的大小事